冬瓜粮 鱼摔嘴 然后粮托 很有说法的 冬瓜粮是哪 像这一根嘛 像冬瓜一样啊 还有个幅度嘛 詹夫华热爱老房子 爱到陈吃 在他的古宅修复基地 总是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和大嗓门 在十三四年吧 之前修的 买的房子 前几年才把它修完的 太大了 太大了就没地方放 就把它当作仓库再用 也是目前北京最奢侈的一个停车库 停车库 这是明代的 明代一栋房子 安徽 黄山 社县 中国古界里面最漂亮的就是惠派的 你仔细看啊 真的是耐看 打开画夹子 停不下来 每一块木头都是他的宝贝 二十多年来 詹夫华从安徽江西等地 四处寻找徽派建筑 买下来运到北京它这三十亩的基地 养着十几位老工匠一一修复 这一座是安徽的古宅 这一座是浙江的 而这一座金丝楠木的老宅来自四川 它在当地收购老宅 拆卸之后运回北京重新组装修复 我收了十几年的东西 收了上百栋 修好了五十八栋 修完五十八栋 都放在我仓库下面 别好好一同一同都放着 为什么在修呢 我说实在 已经欲罢不能了 我觉得太过瘾了 就有一点钱 今天借点钱发工资 明天借点之后就要 我这十几年是这么把房子修起来的 这栋房我当时买的是二十五万 十五年轻二十万也不是小钱 对不对 我修了花了差不多花了两百多万 他对老物件的兴趣是从收集老家具开始 这个桌子在古代的时候叫做画案 只有我们现在人把它当成餐桌再用 这是河北的 这是山西的 这椅子都是山西的 所以河北跟山西中间差了五六百公里 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 这个柜子年纪可能比较大一点 这是产在什么 山西的黄土高坡的地方 这一个是南木的 它里面全部都是披麻灰珠红漆的 上红色代表这一家人就比较有钱 或者是有公民 他才能用红 人家不要的 在他看来都是宝贝 一件件运回北京 参考古画或书籍 按照年代用一样的木料 百分之百修复 这是北方的床 北方的床这个样子 你看下面那个雕刻的形体 是辽带的风格 它已经松了 我们重新把那个笋毛重新打开 重新再给它重组装 在修复古宅买卖家具之余 他做起百年前 美国大庄园用的木制复古冰箱 最近他还把汽车改装成冰箱 中间这个部分 它是红酒柜 所以这里面有温度 有湿度 这里面有全部改装的 这里面全部都是有设备的 后面的部分 就是也是就可以放饮料 纯粹保鲜功能 婉转老物件创新 他乐在其中 詹复华向来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但最近大陆官方大力提倡传统文化 他嗅到了商机 我现在已经做了好几个开发商的案子 就是把古建 跟现代的空间 做一个强烈的结合 二十多年以前 我让人家感觉 就是我是说破烂的 然后在修木头的老头 不务正事 然后现在都变成老师了 叫我们又是老师又是大师 大陆重视文创产业 詹复华正在打造一个盆台 希望结合台湾的文化工作者 在大陆的文创领域 做出一番成绩